社群选单的连结 来我们再关闭从头来看 我们刚刚的地方是属于 这个外观的地方 不清楚就不会再改了 自定的地方 那刚选单做了 我们往下看 先看我们网站吧 通常网站在这下面 也许你有什么 老师我有这些东西 FB粉丝团这些 哦我们有经验FB 可以放进来 那这地方在选单的地方 它是属于什么 Social Social在这里 社群的地方 主选单最重要 社群的地方 预设你看一下 它呢 就是这些 这FB当然点起来连FB 要连你自己的FB 那自己的FB 我来看 先拿我的做示范好了 我的每个人FB 都有他的网站 有看到吗 我的FB网站这个 只要打这个 就进到我的FB 那通常你不会拿你的FB 如果当然用这个也可以 通常在脸书这边 可以做什么 粉丝页 在哪里做 有点忘记了 在这里做粉丝页是 建立这个粉丝页底家 不用钱 你找个人账号 就可以做什么 譬如说 昆虫的粉丝页 这是我们什么 汽车什么 修复的粉丝页 昆虫装卖店 粉丝页 就是另外一个 OK吗 那像 你看我的 这个 你可以给它名称 这些建立都不用钱 我们通常会 跟个人做分开 OK吗 所以在家的地方 你可以再建立个什么 粉丝专业 好 那我现在我也懒得在做 我先用我的来做替代 我这边是想跟你讲一下 每个脸书都有自己的网 这是我的 Ctrl C复制 那这里 当然不会叫 应该是连的是这个 你看懂吗 这才是我 Facebook的 这个 那这里呢 强烈建议 把各位把这个打开 在新分页中 开启连接 怎么意思 就是点下去 它会开另外一个视窗 原的还留着 也就是说 如果是在这里 我点下去 这个画面还留着 有点像这个概念 在新分页中开启 就开到隔壁来 这样才不会原来的网站 这不见 我现在还没弄啊 还没贴 还没贴哦 还没贴哦 来先储存一下吧 Facebook贴到这里来 你看见吗 那这收起来 那看看你有沒有这些东西 这个 这什么 Twitter啦 这国外还蛮流行 这些东西的 这东西 你可以来改 那先生项目 老师我这些都没有呢 没有你应该删掉啊 看一下这个 没有的话 就应该把它删除 你有Instagram哦 这个 这年轻人蛮喜欢用这个的 有才放 没有就应该把它删掉 Woolpress也不用留吧 通常台湾 不要贴这里 这个地方就留着 那仔细看一下哦 要放哪里 通常我们打勾放在哪里 夜尾 我打勾 打勾 目前会在什么地方 就在最下面的地方了 预设位置就在 有看到这两个吗 这个 那社群选单连结是这个咯 点起来 你看目前的social 其实就这几个啦 就这几个在做连结 我想放在页尾就好了 这个放在这里 选单项目 自动加入新的顶级页面 到这个选单 你可以把它打勾 这个也可以勾起来 弄完以后 反正要点储存再算数 那名字也可以改哦 那我再改一下好了啦 新增项目 这个点进来这边 这是 这个再点一下 修改是从这里 名称呢 我这咱们 脸书专页 你可以打比较有意义的 不要只有用脸书 昆虫脸书专页 储存变更 OK吗 点这个是收起来 来 储存了嘛 所以从这里再重新整理一下 在哪里呢 在哪里 一个在这里 一个在这里 哦位置不好 那我想放哪里 还是放页尾就好了 你看见吗 刚刚是社群连结选 那是在哪里 上面这里帮我加这两个 我觉得很重要 FB点下去 你看一下吧 就开兴奋页的概念 点下去 跳到一个视窗 就叫做兴奋页 你听懂吗 这个 这个是Instagram 我也没有Instagram 所以这个我先留着而已 老师我不想放那边 你可以摆下面 摆下面就这一颗 再储存一下吧 摆下面这个 再重新整理才算数哦 重新整理 哦 楼下这两个还在 我还在整理一下 那我把这功能再看一下 来我们再点起来哦 我把这功能取消 如果不是这个 务必要找到打勾哦 储存一下 如果没有打勾会怎样 没有新分页开启的话呢 整理一下 反应好像有点慢 然后点起来哦 你仔细看 等一下这页就不见了 就换到这里来 我们不喜欢这样的 就回上页 通常我们希望 点跳一个新的页面 所以通常这些脸书专业 你就会把这个功能先打勾 再储存一下 你要看一下这个地方哦 页尾色 页尾选单 两个都可以留着 两个也都可以留着 两个都可以留着 上面下面都有的概念 要储存 接下来重新整理 这两个在上面 页尾在楼下 这两个 在家 你看见吗 这是两个 这个 这是他内建的功能 你这个文章 要不要po到你的Facebook去 这是我的脸书专业 就po到这里来 这样你就认识了 这两个地方 就什么 页尾选单跟社群选单 这里有两点 社群选单在上面 页尾选单就在下面这两个 社群选单就上面这两个 在上面的地方的这两颗 你也可以把它留着